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班级大队接力比赛 狐狸猫担任最后一棒 轮到它时还落后一个狐狸身 在同学的鼓励声下 它全力冲刺 心中想着班级的荣誉 但是快跑到终点时 狐狸猫突然感到头昏晕眩 眼前一片空白 在一旁加油的小树蛙 担心地跑到狐狸猫身旁 一看到狐狸猫的脸色苍白 赶紧陪狐狸猫到医院看医生 医生建议做超鞋检查 几天后回诊 检查结果发现 红血球体积比较小 是秦韦的地中海行瓶血症 因为红血球体积比较小 膝带氧气功能较低而造成瓶血 你的症状轻微 不需要特别治疗 只需要追踪注意即可 如果是严重的患者 甚至需要进行输血 你的家人 应该有人也有地中海行瓶血 我不清楚 我回家问问看 医生说我有地中海行瓶血症 爸爸 您有地中海行瓶血症吗 爸爸的确有地中海行瓶血 不过症状很轻微 偶尔会感觉晕血 对健康影响不大 为什么爸爸有地中海行瓶血症 我也有呢 地中海行瓶血是遗传性疾病 原因是制造血红素的基因突变 导致红血球体积较小 爸爸或妈妈具有这个突变基因 会遗传给下一代 什么是遗传性疾病 妈妈会不会也有地中海行瓶血症呢 遗传性疾病发生的原因 是染色体数目异常或突变基因 藉由生殖细胞传给此代 例如人类正常的染色体数目46条 多一条或少一条染色体 都会对胎儿发育影响很大 造成缺陷或流产 胎儿从清代得到突变基因 会表现出异常的性状特征 简单说来 遗传性疾病是透过遗传引起的病症 它跟传染性疾病不同 传染性疾病是透过病原体 传染给其他人 病原体是细菌或病毒 妈妈没有地中海行瓶血症的基因 就不会有地中海行瓶血症 关于遗传性疾病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因遗传物质异常所造成 可能是染色体数目异常或突变基因 B 由妈妈传染给胎儿 例如先天性艾滋病 是遗传自妈妈 C 小孩有遗传性疾病 表示父母双方一定也有此遗传性疾病 正确答案为A 遗传性疾病是染色体数目异常或突变基因所造成 那么这类疾病还有哪些呢 常见的遗传性疾病有糖氏症、白化症、地中海行瓶血症、血友病、红绿色盲等 我们之前讨讨过小白兔的来源 已经知道白化症是基因突变导致缺乏黑色素 现在也知道地中海行瓶血症了 那么糖氏症、血友病、红绿色盲的发生原因与症状是什么呢 糖氏症是人类第21对染色体多一条造成 患者的智力发育与反应较回迟缓 或器官未完整发育 但是糖氏症患者如果接受良好训练 也能有很好的表现 例如高尔夫球选手、乐团指挥 血友病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症状是血液不易凝固 如果伤口出血可能有失血过多的危险 红绿色盲也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症状是不易分辨红色与绿色的差异 这会影响一些生活适应 例如挑选衣服、交通耗制红绿灯的辨认 这些遗传疾病的症状会影响身体的发育与健康 要如何避免将来遗传给下一代呢 造成遗传性疾病的等位基因 大多为隐性 带有两个隐性等位基因的子代才会罹患疾病 如果只有一个隐性等位基因 就不会有症状严重的遗传性疾病 民法上规定 近亲不能结婚 就是为了避免夫妻血缘太接近 使子代带有相同等位基因的几率提高 而导致遗传性疾病的发生 只要避免近亲结婚 就可以避免遗传性疾病发生 太好了 我长大后 想要跟李李结婚 就没问题了 耶 别高兴得太早 除了避免近亲结婚 在结婚前要到医院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遗传咨询或优生保健门诊 检查父母双方 有没有隐性的遗传性疾病基因 会遗传给子代 如果家族成员有遗传性疾病时 更应该到医院咨询 确认下一代罹患疾病的几率 我懂了 因为我有轻微的地中海型贫血症 如果跟李李结婚 我们需要到医院做遗传咨询 假设我与李李都是轻症的地中海型贫血症 下一代地中海型贫血症严重的几率就会提高 没错 遗传咨询可以让父母知道 下一代具有遗传疾病重症的几率 如果李李嫁给你 李李怀孕了需要定期接受产前健康检查 如果胎儿有遗传性疾病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使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我跟你的妈妈 也是经过遗传咨询与健康检查 才能生下你这个聪明健康的宝贝 狐狸猫开心的大笑 抱住爸爸 谢谢爸爸和妈妈 生下健康的我 想一想 一对肤色正常的夫妻 为什么小孩会患有白化症呢? 如果再生下一胎 患有白化症的几率是多少? 答案 造成白化症的几率属于隐性基因 父母双方因为只带有一个隐性白化症等位基因 所以肤色正常 下一胎患有白化症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狐狐狐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观念 1. 遗传性疾病的原因 染色体树木异常或遗传了突变基因 2. 常见的遗传性疾病 唐氏症 白化症 地中海型贫血症 血有病 红绿色盲 3. 遗传性疾病的预防 到医院进行遗传咨询 优生保健门诊 产前健康检查 以了解下一代罹患遗传性疾病的几率 最后来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为何医生安排病人进行X光检查前 都要询问妇女有没有怀孕或预计要怀孕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